再来我们关注国际各大报的新闻焦点 先来看的是纽约时报 大约在两个礼拜前 有两名的FBI干员 他们跑到关塔纳摩监狱去秘密探访一位 就一一恐怖攻击的主持者之一 那FBI干员在问了一些问题之后呢 囚犯是签下了一个保证书 承诺不会透露对话内容 但现在FBI的秘密访问曝光了 也就加深了美国政府 介入司法审判的阴影 再来我们看到国际纽约时报 在乌克兰里面的这个亲俄分子 他们对于美国 欧洲 俄国和乌克兰这四方 在日内瓦之前达成的和平协议是不买单的 对内刺客的亲俄代表表示 基辅政府本身就不合法 所以除非基辅政权下台 否则亲俄派不会离开 占据的政府大楼 此外呢 这个他们也认为 他们没有义务要遵守协议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代表 出席了那场会议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华尔街日报 有消息传出说 美国跟沙鲁地阿拉伯 已经不像以往 只给叙利亚的反抗军 非杀伤性装备 而是开始给他们精密复杂的美制武器 脱式反装甲火箭了 那对此呢 白宫是不否认也不承认 不过之前的确是有美国官员说过说 要帮助反抗军来抵抗叙利亚政权 这我们来看到是华盛顿邮报 美国最新研究发现呢 有23%失业超过半年的人 他们在找到新工作之后呢 没有多久 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 又会再度失业 雇主可能是认为说 这些失业太久的人呢 已经本身就条件差了 就不适合回到职场 而另外有一些人则是说 他们的条件很OK 但被迫做一些薪水差的工作 那经济学家就警告了 这种长期失业的状况 恐怕会变成恶性循环 最后我们来看的是卫报 英国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 他们周五呢 参加了一年一度的 雪梨皇家复活结展 并且欣赏了剪羊毛秀 凯特是拿起了剪下的羊毛 并且开自己老公玩笑说 这个威廉贴拿这些毛 当作假法用 那之后呢 威廉一家三口 会去参观动物园 那到时候小乔治一现身 肯定会让职场的观众 还有媒体呢 是为之疯狂 这种威廉贴拿起来的